大家好 我是婉婉 歡迎來到百分百能聽懂英語系列 祝大家一聽就會 一說就對 下面開始今天的學習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聽力答案 四個句子你都聽出來了嗎 看一下今天的句型主語是you 然後後邊這個代括號的就表示它可以省略的意思 你可以說成you也可以說成you 然後就是gada 然後加上動詞原型 這個句型需要我們注意這麼幾點 第一個它是一種非正式的口语化的表達 第二個它的意思是你得做某事 你一定要做某事 然後它的正式的書寫方法 要把這個全部都寫出來 這是比較正式的書寫方式 好 我們下面看今天的第一個句子 第一個句子呢 它就把這個have給省略了 這個句子呢是非常實用的一個句子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結構 you是主語 然後goddo你可以給它當作一體的畏語 然後後邊這個what引導的一個兵語重句 在兵語重句裡邊 you是主語 然後goddo是畏語 然後它的這個兵語就是前邊的這個what 就是你必須做的事情 那麼整個這個一起是做一個兵語重句 就是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 你必須做你必須做的事情 那麼這句話什麼時候用呢 就是你在遇到一個很艱難的選擇 或者是你要克服某種困難 克服某種挑戰的時候 你要說的 就是你必須做你必須做的事情 就是你想做一的做不想做一的做 好我們看一下發音 t在兩個原音之間軸化成de 然後這個t和ye在一起的時候 這話讀成sh 然後t兩個原音之間讀成de 中音部分 陳述句這樣掉 好 陳老師跟我們示範一下 gotta gotta you gotta do you gotta do what you what you what you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you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you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好 今天第二个句子 这个句子呢 也非常的实用 那么这个视频里边 他在用那个VR 然后他很喜欢 他想让别人也试一下 所以他就说这句话 那么这句话呢 经常经常会听到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他背下来 熟练的说下来 那这个guys其实是可以省略的 你直接说 you gotta try this 就可以了 这个guys要不要都可以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有好吃的 然后你打一个好玩的游戏 然后你做一个很好玩的运动 你想跟别人分享 想让别人也来试一下 你就讲这句话 好 我们看一下发音 这里边这个发音还是一样的 t 两个原因之间浊化成d 中音部分看一下 陈述句降调 好 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gotta gotta you guys you guys you guys gotta you guys gotta you guys gotta try this you guys gotta try this 好 下一个句子 这句话里边 这个have就出来了 它没有省略 好 看一下这个句子结构 you是主语 然后这个have got to 然后后面加上动词 这都是一起的位语 然后 这句话有一个双宾语 这个是人 告诉这个人什么呢 有个宾语从句 在宾语从句里边 you是主语 feel是位语 那么这句话里就是说 你得告诉他 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发音 还是 t 两个原因之间浊化成d 这里边呢 这个句子有两种发音 一种呢 就是有的人这个h是发出来的 有的人是不发出来的 我们这里按照不发出来这个来算 然后这里辅音 原音连读 中音部分 成数据降调 好 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最后一个句子是老友记里边的一句话 这句话呢 他没有用那种非正式的表达方式 他就把这三个词全部都说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have got to try 是喂语 然后 this cheese cake 是冰语 你得试一下 这个知识蛋糕 你得尝一下这个知识蛋糕 发音部分 这个you have 他即使没有给你写成缩写的形式 你读的时候也可以读成这个音 这里边掺的了没有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 但这里边要注意这个t不完全爆破 然后这个弱读 中音部分 成数据降调 好 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下面听几个新的句子 看看大家是否能够听懂 答案我会放在评论区里 下面开始吧 恭喜恭喜又看完一个视频 亲爱的你 那么有才华 却又那么努力 棒棒的 笔心 晚晚祝努力的你早日成为英语达人 我们下期见咯 么么哒